新北市五谷这辆吊车原本行驶在路上 却突然不明原因往右偏 撞上路边的电线杆造成了大火 而且还让住户停电 中午一早新北市五谷街头 路上车流量并不大 只见一辆吊车缓缓行驶 过了红绿灯后却突然不停往右偏移 丑电线杆开了过去 下一刻硬生生撞上 画面瞬间定格 因为电线杆被撞倒了 那个吊车撞到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会撞到电片 吊车的吊臂从中间卡住电线杆 将它连根拔起 底部因为燃烧的关系 整个焦黑一片 而所有电线沉绕在一块被扯断 也让整排的住户都无电可用 台电人员获报后 也火速派人赶底现场抢修 紧急赴电 五谷民意路二段上有不少铁皮工厂 以及住家 日三号早上七点多 民众还在睡梦中 就被巨大的撞击声响吓坏 吵了起来 开着吊车的预行驾驶 因为不明原因撞倒电线杆 并波及到一旁停放的机车 现场燃起熊熊烈火 吓坏驾驶 赶紧先下车尝试灭火 吊车撞击电线杆的事故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排除事故 并调阅监视器 厘清造势责任 一时不注意酿成车火意外 缩性没人受伤 否则驾驶恐怕得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记者王云菌 陈嘉明 新北采访报道